好 喜欢登山活动的朋友要注意了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要加强步道的安全 目前正在进行白洋步道边坡落实的刷坡工程 3月14号到25号为止 那么施工期间白洋步道是暂时的封闭 敬请民众要配合 花莲泰鲁阁国家公园白洋步道全长2.1公里 沿途峡谷壮丽 水连洞美景吸引不少民众前往秘境赏景 而今年2月份接连下雨 造成了山区土石含水量偏高 不少景点出现落实的情形 泰鲁阁出目前正在进行互播工程 短暂封闭白洋步道 因为它是一个落实 因为落实会封闭 所以今天有做任何的 对啊 我觉得只是它讲 它不少别的地方公告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让大家只要了解状况会比较好 您的白跑一下 我预计是10号到25号 会再进行一个比较强度的整修 这段时间会封闭步道 那其他步道的话 长春之步道可以到那个长春磁体那边上去的话 也是还在维修当中 那其他步道都还正常开放 那在步道方面的话 像我燕石口步道 又提供有各个安全帽的免费借用服务 那其他路段的话 那我们也随时在提醒游客啦 不管是加上宣告或是 利用一些折业或是游客中心各方面来告知游客 还是要注意持身安全 随时注意这个周边的状况 如果有大雨或是有低沉发生的时候 尤其避免进入 除了网站上会及时更新步道开放讯息 燕石口步道前 并提供游客安全帽租借 其他部分也会告知游客要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导 绝点借用